美國拜登政府上任以來 獨自跨越美墨邊界 入境美國的五半移民兒童 數量出現暴增 安置機構收容空間 是即將爆滿 國土安全部 則是下令 原本負責處理緊急天災 事故的聯邦緊急事故管理總署 也將會出手來協助處理相關的問題 大批來自中美洲尋求庇護的移民 非法從墨西哥邊境 透過 大幕伐等方式橫跨里奧格蘭德河 抵達美國德州 在連接兩國的 安扎爾杜瓦國際大橋下 臨時帳篷區稍作休息 等待官方進一步發落 美國國土安全部十三號下令 由處理緊急天災事故的單位 聯邦緊急事故管理總署 FEMA 協助處理從美墨邊界 沒有家人陪伴的無鎮兒童移民問題 國土安全部長馬約卡斯 發新聞稿表示 未來九十天 將部署FEMA人員協助 孩童的接收安置和輸送作業 民主黨籍總統拜登 一月二十號上臺以來 逆轉了前總統川普 部分嚴苛的移民政策 下令協助移民孩童 與家人團聚 停止 興建美墨圍牆 並重新檢視可行的 合法移民方案 不過卻疑似因此鼓勵了移民 非法入境 其中包括許多無家人 陪伴的未成年 孩童 人道與政治危機 與日俱增 BBC報導指出 這些無伴移民大多介於十五到十七歲 他們的父母太想移民美國 以至於就算被當局遣返 仍將小孩獨自送往美國 增加自己待在美國的機會 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統計 去年十二月共有四千九百九十五位 無伴兒童越過邊境 今年一月增加至五千八百七十一位 二月更是創下九千四百五十七位的新高 目前共有約三千名無伴兒童 被扣留在移民機構 按照規定 這些孩童必須在三天之內 從移民機構轉交給聯邦 衛生及公共服務部 HHS安置 但卻有半數以上的孩童 都超過這個期限 此外 激增的兒童數量 也幾乎快要超出收容所可安置的容量 目前HHS已經解除 因為疫情設定的收容上限門檻 但根據《紐約時報》報導 即使如此 也撐不過幾天 收容量即將爆滿 要如何有效解決 成為拜登政府的頭痛問題 公視新聞 林孝茹編譯